俗称山猪钓的陷阱本来是用来抓山猪 不过对保育类动物甚至是流浪犬也造成了危害 动保人士及县议员养华美张美慧 24号上午来到水源村 看到断肢的流浪犬 呼吁县府能够加强动保法的执行以及查核 加强法规密度和强度 终止违法残害流浪犬以及动物的劣质 山猪钓陷阱是一种以金属材质绳索 并以虚压式弹簧装置束绑的陷阱 当动物肢体踏入踏板时踏板迅速缩合 动物越是挣扎套索就越紧 使得动物无法逃脱 严重会造成动物残肢甚至死亡 1月5号失踪那只黑母狗 只剩一个皮黏住那个山猪钓 我马上解开 后来不远处发现小白 失踪两天的小白 然后陪我去找狗狗的两只狗 连种就一个同一个现场 就有四个山猪钓 那我是觉得 我们动保防疫所这些 要能够每个至少每个礼拜 去巡视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能够就是防疫所 要办一个那个教育 跟他讲不是只有罚款 一旦被找到是刑法 张美惠洋华美议员 也对于花莲县政府 在111年通过动保自治条例 对于山猪钓 补兽夹 加强对于违规事项的取缔 与查核 并且希望能够在相关的地点 设置宣导布条 以及传单进行宣导 农业处动植物防疫所 能够赶快的积极面的 来让这个法令 动保自治条例 在有关于山猪钓 捕兽夹 这个非常重要的 在保护动物的 这些违规的事项的 一个取缔查核 那我们看起来 他们现在目前是有 去五金行 定期的去积查 那但是我们觉得积极度 还是要再增加 再强化再补强 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中央可能要修法 然后把山猪钓 这些金属相关的 这些伤害动物的器具 应该要放进去 那再来其实他没有说 针对山猪钓没有罚则 他是一样有罚则的 就捕兽夹跟所有的金属套索 他其实都有罚则的 所以就建议 洞房所这边 除了这种文宣的部分 做发放 要请他在山林间挂布条 对于捕兽夹的禁止贩售 陈列与制造 山猪钓是禁止使用的 而使用山猪钓 仍然会有相关行政的罚则 不管是兽夹或是金属钓 也就是人家俗称的山猪钓 都是不可以使用的 因为那都是 都是一些会造成动物的 严重的伤害的一些 一些陷阱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狗 已经这样子的断肢了 兽夹的部分是还有更严格的规定 它是连你在那些五金行 禁止贩卖 陈列 甚至你公司工厂 你也不可以制造那些东西 因为如果说这个抓到 一样也是罚一万五到七万五 这样子 那本分局也会针对 这个非法行为 加强的宣导 那包括贩卖的部分 我们也会去做一个宣导 禁止这样的行为 动保人士与杨华美 张美惠议员 呼吁花林县政府 能够加强动保法 以及相关人员的查核 加强禁止使用山猪钓的宣导 终止违法 残害流浪犬 以及动物的猎据 记者林杰 吉安湘 采访我到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